大家好! 今天想继续和大家说说血管 今天想说的是Ving 静蜜是把血液带回心脏 之前说过,血管是有两个功能 第一是Transport of Material 将东西由一个器官运到另一个器官 第二是Material Exchange 到底Ving是负责哪个功能? 嗯,没错 它是负责Transport of Material 图中看到General Plant of Human Circulatory System 你看到很多血管 其实有Ving就是这条 这条,这条,这条 这些都是Ving 它会连接到心脏 我们看看Ving的橫切面 这个就是Ving的橫切面 你会看到有个窩 它主要将血液带回心脏 在Ving内 要将血液带回心脏 并不容易 因为Ving和心脏的距离已经很远 你看,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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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我们将血液带回上去的心脏 即是说我们是anti gravity 举例在脚上 要上回心,是反地心吸力 要解决low blood pressure 和anti gravity 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另外一套力去帮忙 到底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 extra force 可以提供 令到血液可以在脚内继续前进呢? 就是contraction of the skeletal muscle 那什么叫contraction of the skeletal muscle 其实在我们身体会动动的时候 例如我的手 我现在看到我的手在动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Skeletal muscle contract 所以会令到我们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出来 其实你会看到在我们的手里面 你会看到这里有些乳青色的 青筋,中国人叫做 但我们其实这些是Ving Ving附近有非常多的Skeletal muscle 当我们动动的时候 Skeletal muscle 就会 contract 到底是一件什么事? 我们现在看看 Skeletal muscle contraction 和Ving附近的血液流动的关系是什么 这一条就是Ving 我两只手 这两个拳头 就代表周边的Skeletal muscle 当Skeletal muscle contract的时候 Ving会被擠压 好像这样 contract 不是Ving contract 是周边的Skeletal muscle contract 由于Ving被擠压的关系 所以里面的血便可以流动 但你仔细想一下 其实这样的情况有什么问题 希望你可以想到 其实整件事主要是 我们很想 这里是Ving 接近那一刻 其实我们很想 它可以 由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 将血运回心脏 有时候是要 antigravity 上去的 但如果你有留意到 刚才的情况 就是 当Diskedal muscle contract 那些Ving会被擠压 如果里面有血 的话 其实它不会只向上 走 它的方向 会是向上 和向下 走 那就是慘了 有些血 会被擠回头 落下 下面 那就没有办法 达成到 transfer the blood back to the heart 这个功能 到底是怎么解决 这件事呢 我们说解决 这件事 在Ving有一个 非常之特别的结构 就是叫做Varves 你会在很多书里 都看到这一幅图 实际上这幅图 实际上这幅图 代表什么呢 一个Ving的切面 这条是Ving 如果打洞 切开它 就会看到是这样 你看到这些 就是Ving的Val 中间就是Lumen 血就会在这里经过 然后看到的Varves 就是这些 就是这两片 和这两片的蓝色结构 我们移动近一点 来看看 我们说Varves 其实是可以 Open和Close 当现在这个状态 它是Close 它Open的时候 是怎样呢 它会这样的 当Open的时候 这条管道 就会变得畅通 血就可以经过 但是如果当它Close 的时候 血就不可以经过 就会锁在里面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血液 如何在Ving 两个Varves之间移动 圆形波波就代表了血 当Sceleto muscle 在周边 contract的时候 血液就会被折 你看到两个Varves 撞向上面 和下面的Varves 即是代表 其实有某一些血液 是会向上折 有一某一些血液 会向下折 好了 经过刚才的慢动作 会看到 其实血液去到这个时候 其实Varves 只是容许血液 可以这样过 如果它要回回头 这里是会顶住的 那你会问 是否你弄成这样的 那我现在再做多一件事 如果我把这粒 放在这里 OK 它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如果我倒转 把这粒 放在这里 你看到它是开的 OK 所以 血流方向 就是可以透过 有这些Varves的关系 当脚弹 把脚弹到脚弹的时候 血液会被捏上去两个方向 但因为有Varves的关系 血液只可以这样 这样走 就是回到我们的心脏的方向 好了 刚才说 看了脚弹中的脚弹 我们现在再去探讨一下 其他的 features 如何令它可以 好好的 把血液带回到脚弹中 由于在脚弹中 血液的力量很低 而且血液流量很慢 所以它也有一些结构 令事情可以发生得好些 所以它会有一个Large Lumen Lumen 就是中间的孔 即是被血液走过的孔 很大 为什么要这么大呢 因为它需要 减少抑制 令抑制度尽量小 阻力小的话 走得更暢顺 除此之外 但是它会有脑瓷 相对脑胶 虽然跟脑胶ер约 也认为脑胶 有脑胶。 时候的脑胶 它有一定的结构特色,令它可以顺利把血带回到心脏 第一样,Lumen比脂肪更大 为了降低脂肪流抗抗 第二样,它的瘦是很薄的 烟腿和呢,Lumen比脂肪高 要防止血流血流 学完课后,早些及便顺利会使血量回到心脏